没想到这个扎针治疗这个孩子 斜师那么长时间了 然后结果一下就过来了 所以呢我跟你说啊 这一组针 身关配腹溜 它不是说只能治疗邪师和非文症 而是说治疗邪师和非文症的效果 是最最立竿见影的 就是它可以治疗各种眼睛疾病 然后呢成年人要先在 这样去刺血 然后具体怎么用啊 首先要跟你说 如果我们治疗邪师 岁数越小的效果也好 那您好怎么去使用 来分年龄段 我现在说 你先听完了 你自己再写啊 首先啊 最好用的是 三岁到六岁的小孩 三岁到六岁的小孩 看啊 扎针的时候 先扎左侧的肾关 粘缠得气 留下再扎右侧的肾关 连转得气 留下 再把两个肾关同时行针 再扎左侧的肾关 连转得气 留下 再扎右侧的肾关 连转得气 留下 再把两个肾关同时行针 然后再按照进针的顺序 拔下 一般的肾关同时行针 如果这个小孩啊 还就是还能听懂话啊 你可以扎上针之后 你可以先做一轮行针 就是把所有针扎上之后 先别急着拔 你先说 来 那个什么 我现在我行针啊 你听话 然后那个 你闭上眼睛 然后眼珠子 在眼睛里头转圈圈 不能是左右啊 是上下左右转圈圈 如果他能配合你一轮行针 行完针之后 你再把这个效果会更好 这个五岁小孩 虽然就哭了半天 哭了半天 最后我们一堆人在那哄着他 最后还是配合了一下 就是我说我行针 还转 但是他转的对不对吧 反正你那个眼睛 你就看在里头瞎转一切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基本上都在那哭呢 根本就配合不了你 所以他配合不了 也无所谓 你就按我扎针的顺序 行针就行了 然后七到十一岁的小孩 扎针的顺序 行针的方法是一样 但是需要留针半小时 半小时每十分钟 行一次针 每十分钟行一次针 行针的时候 你行针的时候 让他闭上眼睛 眼珠子在眼睛里 转圈圈 这个一定也要让他配合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基本都丢化了 然后12岁以上的 必须现在开个券次学 留针45分钟 我跟你说 你把这一组织学好了 回头到你店门口 换了小牌 专制而中邪式 你就火了 但是前提条件 你不要从这学校 马上回去就 就那个啥 然后你回去 现在门口树一牌子 然后免费治疗 儿童前世 先扎个50个小孩 50个小孩之后 你再收费 不要那么财迷 回去自己技术 学得不咋地呢 回去就想要挣钱了 这个我们学医之人 第一个 首先要学的是做人 我希望你你就是他 我为你就是家 那你也可以